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 各位在家菩萨 各位联友 大家晚安 安明佛 请放胀 把腿子放松 坐得舒服一点 假如要是 要怕冷的话 可以用毛巾皮起来 气温比较低一点 我们佛期第一天已经过去了 时间就是这样快 一天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今天大家入宫的情形 这老参都能够上路了 新学历现在在适应 在适应情形也是很好 第一步要守住这里的规矩 这里怎么规定点 我就怎么样做 这个就是在佛期当中的夹行戒 你这个夹行戒很清净 你这个念佛容易成就 第二点 我们在开始入宫的时候 就是要舍心 一切的法门在鸣心 一切的行门在静心 下手的功夫在舍心 把心舍住 佛经常讲 诸法意为主 意就是我们这个心意 那意是什么呢 就是心的动 心的念头 诸法意为主 意导意造作 这个意来引导我们的身口 来造业的 所以因此我们把这个心要舍住 舍住要怎么样的呢 要把这个心放到佛号上 听自己的声音 这么多人念佛呀 我只听我自己的 其他的人能听到 但是我不做意 不注意 我只听我自己的声音 这样子慢慢久了以后 心就舍住了 这就是修订 心会跑 跑了以后 再把它拉回来 再跑 你不要起烦恼 它跑过它跑 你拉回来 拉回来 慢慢慢慢跑的时间就少了 那么不跑的时间多了 这个功夫就有进步了 慢慢来 就是这样子 今天晚上我们要谈一谈 在释迦世尊的一代师教当中 念佛法门所占的地位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常常有人说 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 是雀绕 其实这个雀绕的解释 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诠释 比如说一个人 他不敢做坏事 那也是雀绕 那你说这个人是好是坏呢 他不敢做坏事 有的人做恶业的时候 荣猛精进 那你能说他是好吗 所以不能说是我们怕做坏事 这个就是缺绕 这个不对的 我们在这个念佛法门里 我们常讲要 要厌离这个娑婆世界 为什么要厌离呢 不是厌弃 我要离开 厌离这个娑婆世界 我要去到极乐世界去留学 留学成就了以后 见佛文法正无声认 要回来度众生 是这样子的 像一个家庭 这个家庭很贫困 有几个兄弟 有的兄弟 大家就是忙着 要改善这个家庭的生活 有的人就想 这样的忙 忙不出国 所以然出来 我要出国 我要去深造 回来以后 我能赚更多的钱 来改善这个家庭 那么你说这个人 和那个忙于现实的人 这个比较起来 哪一个是能够有远见的 哪一个他的结果效果更大 我们自己可以比较出来了 在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 人家别人说 我们确绕 好像说我们只管自己 不管别人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他不了解 我们不要跟别人辩论 别人怎么说 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自己心要有底才行的了 那首先我们今天要讲一讲 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 他们在因地上这个因缘 在因地的时候 在无量节前 有一尊佛叫宝藏佛 这个宝藏佛的时候 有一位转轮圣王叫吴征念 他有一个大臣 这个君臣两个人都信佛 都信佛很虔诚 那么有一天 他们到宝藏佛里去供养 然后我就发愿 这个轮亡发愿 我将来我要成立一个国土 清静安乐的那个国土 没有众苦但受诸乐 众生到我这里来修行 成佛道 因为这个转轮圣王看 修行一般所以不得成就的原因 就是怕吃苦 他有退钻 所以他要成立一个国土 清静安乐 没有退钻 没有吃苦 你只要到我这里来 绝对不会退钻了 你只要享乐就是修行 然后就成佛了 所以这转轮圣王 吴征念发了这么一个愿 那么大臣一看了 他这个国王发了这个愿 他也发一个愿 他说我将来愿意在 这个浊恶的世界来度众生 将来我要把那左俄世界的众生 都劝他们到你那个国土里 在安乐国土里去成佛 这个君臣当初的因地 是这样子的 这个吴征念转轮圣王 后来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了 那个大臣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是在《别华经》上的公案 是这样子的 那么在《法华经》上讲 《法华经》 《法华经》讲 大通至圣佛 有十六王子 十六王子通通出家 就十六个兄弟 他们通通出家 出家做撒米 大家都研究《法华经》 来度众生 到最后 这十六个王子 通通成佛道 中间第九王子 在西方成佛 就是阿弥陀佛 成了极乐世界 最后的那个小王子 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在苏波世界成佛 这个东西 两位如来 他们阴地上有 这个君臣的关系 兄弟的关系 因此发这个愿 互相成就的 所以我们常讲 我们苏波世界的众生 跟阿弥陀佛的原神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阿弥陀佛的国土里面呢 无有众苦 但受主乐 他看这个众生修行 很苦 一苦 大家都不愿吃苦了 不吃苦 结果就退转了 修不成了 所以在极乐世界的国土里面 没有苦 苦的名字都没有 不晓得什么叫苦 但受主乐 只是受乐在那里头 你想乐 你就是修行 是这么一个国土 那么我们 这个本身 释迦牟尼佛呢 就在这个 苏波世界 读众生 他修地 念佛三昧 我们偶尼大师 在弥陀耀节里讲 释迦牟尼佛 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修地 念佛三昧 就成就了 来给我们做慈善 告诉我们 往上极乐世界 成佛去 极乐世界的国土 是一个正定居的国土 正定居的国土是什么呢 一到那国土里头 你不会再退转了 一直到成佛为止 那个正定居的国土 通常要是靠自立修行 要什么时候 要你能够 破了剑荷 剑烦恼 八十八十的剑荷破完 然后发菩提心 到入正定居 就不退转了 是这样 你没有破了剑荷 没有办法的 破了剑荷以后 发菩提心 通常在世间上讲 要一万大劫 一万大劫 要秦成供养诸佛 不是说像我们 现在这样子的 没有佛的时候 我就度佛经 不是这样子 亲自供养佛 亲自 亲自供养佛 一万大劫 然后信心成就 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受八观 在借讲 菩萨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就是这四个四弘誓愿 发来那个愿以后 进入正定居的国土 又不会再退转了 直接成佛 从那里开始 三大阿生期节才开始 不是从我们现在 就是三大阿生期节 不是啊 我们还没入流呢 比如说这个大学里头 往上有四年毕业 你要经过他的入学考试 录取了 入学了以后 然后再四年再毕业了 你没有入学 根本就谈不上了 那个毕业的事件呢 所以因此我们修这个 念法门呢 就是仗着佛的力量 佛的加持力 加上我们自己的力量 叫二力 会二力 然后啊 能够成就的 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 是成佛的种子 不发菩提心 不能成佛的 不能成佛的啊 你看那二成圣者们 他们不发菩提心 不 他不度众生 他断了见识烦恼以后 马上入涅槃休息 是这样子的 不度众生的 菩萨不是 菩萨不入涅槃 不入涅槃 度众生当中 完成自度 到最后 把烦恼障 所知障 统统断掉了以后 然后成佛道 是这样子的 这个下边呢 我们再讲一讲 这个我们 本世释迦牟尼佛 在一代释教当中的 净土法门的源流 我们本世释迦牟尼佛 当初成道的时候 第一部讲的经典 是在定中讲的 在定中 在定中 对哪些人讲的呢 都是一些个法身大事 破无明的 破了无明烦恼的 那些法身大事讲的 讲直接一生成佛的法门 那么在这部经典当中 就是当机者 就是善才菩萨 我们通常讲善才童子 善才童子是当机 当机 那么他在他的老师 文殊师利菩萨那里 发菩提心 四弘诗愿 发了菩提心以后 他老师说呀 你现在要到南方去 参访善知识 头一个 你参访得云比丘 那么善才童子 遵照老师的指示 就到了得云比丘这里了 到了得云比丘这里 得云比丘告诉他 他说呀 这个菩萨的法门太多 我只修一样 我修得念佛三昧 你要学就学 修我这个念佛三昧 善才童子就学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学成 那么 得云比丘在介绍的下一个善知识 一个一个一个 一共有 一共仓房了一百多个善知识 一百一十个善知识 那么中间最重要的五十三位 通常我们讲 善才童子五十三昧 这五十三位 这五十三位当中 有在家的 有出家的 有男的 有女的 有老的 有少的 各行各业都有 到最后参访到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是当了下圣弥勒尊佛 他是等觉菩萨 那么这个时候 善才菩萨的境界 跟弥勒菩萨一样 等觉菩萨 他认为就可以了 我可以回去 看我老师了 老师让我出来参访 我已经参访完了 到达到达等觉菩萨的地位了 应该回去向老师报告了 这个时候 他一动这个念头 文殊菩萨知道 遥远地伸手 摸他的定 不要回来 你所知道的还不够 你再参访普贤菩萨 那么善才童子 又去参访普贤菩萨 到普贤菩萨那里 普贤菩萨告诉 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视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横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就是十大愿望 华严经的精华 在普贤行愿品 普贤行愿品的精华 在十大愿望 就是这十个愿望 通常我们一般道场 都是初一十五 在早晨念这个十大愿望 有的道场也是天天念的 这个十大愿望 是成佛的法门 普贤菩萨讲 这个人到临命中的时候 你一切的财宝 地位 眷属 什么 向马 车程 通通没办法跟着你去了 只有这个愿望 不想舍离 在念念中的引导你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以后 见佛文法 正无声任 所以这个十大愿望 就是直接成佛的法门 那么这个善才童子 听了这个十大愿望以后 华严经上没有讲 没有讲 那就是 所以后来我们的古德就说 善才童子已经到莲池海会去了 说善才一入莲池海会 不记当年五十三 不需要记得当年的五十三 都不需要了 这个是华严经 世尊讲的一生成佛的法门 善才童子做示范 给我们的一生成佛的法门 但是这部经讲的时候 天 人 还有这些阿罗汉的圣者们 听不到 看不到 这个境界看不到 佛所说的法他们也听不到 这佛一看呢 这个不行 这个法门呢 只能对这个上根利弃的 这底下这些个中下根的 不行 还是要再另外说 于是佛再讲阿罕经 讲阿罕经 讲四地十二因缘 然后啊 那么就度这些个小城的圣者们 度了以后啊 他们断了烦恼以后 就入涅槃了 他不想度众生了 世尊一看这不行啊 你自己是得度了 那众生谁来度啊 所以于是佛世尊再说 再说方等经典 大乘经典 大乘经典 成佛的 就是要度众生 成佛道的 大乘经典 再说大乘经典 方等师 那么阿罕经讲完了 讲方等经典 方等经讲了以后啊 又有法旨 又以为这个方等经典 是最终的 所以啊 世尊一看这不行 又有法旨 再讲般若经 讲般若经 用这种般若空会的法水啊 把这些个法旨 再洗一洗洗干净 洗干净 到最后的时候 将法华经 大乘妙法莲华经 开全显时 会三归一啊 这部经上啊 讲啊 正知舍方便 但说无上道 就是世尊 四十九年说法 到最后说法华经啊 以前的那些方便 世尊要把它 要把它说明 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结论 而十方世界中 未有一佛成 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 没有二成 没有三成 通常我们讲 三成圣贤 是哪三成呢 生文成 圆解成 菩萨成 这三成圣贤 只有一佛成 直接成佛的 这一佛成是什么呢 就是念佛法门 一佛成了 所以在法华经最后讲 让人散烂心 入于塔庙中 一成 那么佛 皆已成佛道 我们一散烂心 到庙里去 看着佛像 很欢喜 念那么佛 这一生 那些个人 在法华会上 都成佛了 散烂心 念以成佛 都成佛了 所以香港啊 我前几年去香港去 到那地方去打佛 看到有个道场 前面有个石碑 刻着这个剂子 让人散烂心 入于塔庙中 一成那么佛 皆已成佛道 他就是要人呢 看一看了 以后啊 对于这个法门呢 念佛法门 生起信心 所以偶一大师啊 在弥陀要节里头讲啊 他说这个念佛法门是 华严的奥藏 华严经的深奥的法藏 为什么叫深奥的法藏呢 华严经到最后 是普贤恒愿品 普贤恒愿品的精华 在世大愿望 世大愿望就是要 倒归极乐 世大愿望啊 当初普贤菩萨讲 不光是对善才童子讲的啊 对所有的华藏海会那些菩萨啊 华藏海会那些菩萨 都是法身大事啊 破无名的菩萨啊 都是对那些个人讲的 破了无名 成佛没问题了 但是还是普贤菩萨 全能往上极乐世界 所以这个法门呢 是华严的奥藏 法华的密随 法华经的秘密 精髓在这里 让人散烂心 入狱塔妙中 一成那摩佛 皆已成佛道 一般人认为 这个念佛法门呢 非常容易 非常简单 非常方便 因此一般人呢 有轻慢心 对这个法门 他一定要研究得很深啊 很难啊 所以这个 这样他才感觉 这个法门才殊胜 你要这个 这个念佛法门 六字万得鸿鸣 他认为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不相信啊 不相信啊 不单凡夫外道 不相信啊 菩萨也不相信 有的菩萨也不相信 有的阿罗汉也更不相信 阿罗汉根本闻 闻不到这个法门 所以因此啊 我们能够闻到这个法门呢 是我们自己的善根神厚 过去跟阿弥陀佛 结底缘比较深 要不然呢 你没办法闻到的 念佛法门 人家说我们呢 这是没有本领的人 你这会念阿弥陀佛了 别的你也不会了 我们不必 不必为了这个事情啊 有自卑感啊 文殊菩萨发愿望生 他修念佛法门的 文殊菩萨 他是华元三圣啊 毕露哲那佛的左歇斯啊 他发愿望生啊 普贤菩萨 还原三圣的 又歇斯 发愿望生 文殊菩萨是七佛的老师 普贤菩萨是十方诸佛的长子 都叫普贤菩萨 为什么 修普贤菩萨 师到愿望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那么 你说我们 说没有出息的人 念阿弥陀佛 好吧 我就是没有出息的人吧 文殊菩萨也没有出息吧 普贤菩萨也没有出息吧 我们不必 不必为了这个事情啊 听着人家讲啊 我们心里就 好像有一种自卑感 千万不要这样子 善导大师啊 我们净土宗的第二组 善导大师 他老人也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他说 诸佛所以心出事 为说弥陀大怨害 一切诸佛出事 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大悲怨害 这个话有没有根据 有根据 你看我们念阿弥陀经的时候啊 那六方诸佛 同处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说成诗言 如等众生 当信誓称赞 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诸佛所互念经 六方诸佛 实际上讲啊 玄导大师一本 是十方诸佛 东西南北家人四脚上下 十方诸佛 罗诸大师的一本呢 他就是译成六方 他就适应我们东方的习惯 写完主张六方 六合同村嘛 主张六方 四方 加上上下六方 实际上 包括十方 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啊 来赞叹这部经啊 这个广长舌相 这个广长舌相多长呢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 圆满报身佛 我们所看的 我们本的释迦牟尼佛 是樱化身的 千百亿化身 释迦牟尼佛 樱化身的佛 三到二僧七节 不讲谎话 不讲网语 舌头一伸出来 把脸盖起来 三世不讲网语 舌头身处能够的鼻子 我们把舌头身处 来试试看 能够的鼻子 那就是我们三世没有网语 要够不到的话 那就是没能做到 三世不网语 我的那个常驻 我们正觉经社 有一位师父 他就是舌头身处 能够的鼻子 那就是三世不网语 你看他那样子 就是个老修行的样子 那释迦牟尼佛 是樱化身的佛 一伸出来 把脸盖起来 那个报神佛 报神佛 身就是土 他的报神 就是他的报土 所以他那个舌头一伸出来 便服三千大千世界 干什么 正信呢 让你相信 这广昌舌相是这样的 便服三千大千世界 要相信 这不一定 诸佛都在劝呢 劝他们的国里的众生 要相信这个念佛法门 要修这个念佛法门 所以你看看 这个法门是不容易的 那诸佛都在互念呢 那么其次呢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最后告诉米勒菩萨说 将来所有的经道 在这个娑婆世界上 通通通灭灭尽灭尽了 没有了 世尊再以他的慈悲神力 把这个阿弥 Batt praying 和无量寿经 都留失一百年度众生 多留失一百年度众生 所以这个世尊就告诉弥勒菩萨说 这部经你要想闻到吗 很难 我把这段经文念给大家听一听 佛告弥勒 如来兴事难止难见 我说难你就告手记 你看看有几个难 如来兴事难止难见 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菩萨圣法诸伯罗密得闻以难 欲善知识文法能行此以为难 要闻思经信要受持 难总之难无过此难 几个难 九个难 九个难我们能够命难住 我们的福报大 善根深厚 要不然 佛教无量寿经上讲 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 有很多的菩萨想闻到这部经典 念佛法闻这经典 闻不到 因此有一亿的菩萨 没闻到这部经典 退失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你看看 没闻到这个念佛法门 退转了 在菩提道上退转了 退大取小 所以我们闻到这部经典 大家应该要欢喜 实在是应该要欢喜 这是要我们有大善跟大福德 大因缘 然后才能闻到这个法门 才能够信受 世尊交代弥勒菩萨 将来弥勒菩萨到这个娑婆世界 来成佛的时候 还是用这个法门度众生 还是用这个念佛法门度众生的 所以因此我们大家好好念 念完了以后 当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远近的时候 往上结了世界 将来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跟着弥勒菩萨一起度众生 这样就更好了 在大吉经上讲 大吉经 墨法师尊交代弥勒菩萨成佛 墨法师家世尊的法运 正法一千年 相法一千年 墨法一万年 现在是两千五百五十一年 墨法已经进入了五百年了 五百五十一年了 那还有 后面还很长呢 那么 在这一段时间的众生 你修其他法门 汉一得到 一亿人修行 我们现在世界的人口 说六十亿 一亿人的修行念 修这个修行 这个佛所说的一切法门 很少有一个能够得到的 汉一得到 为念佛得度生死 只有靠念佛法门 来能够度度我们的生死 所以印光大师说 释放诸佛 舍了这个法门 没有办法度众生 九界的友情 离开这个法门 没有办法冤成佛道 因此 我们要对这个法门 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 我们能够 有这么多的难 我们不难 都能够通过 我们来修行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福德 善跟因缘 我们应该要珍惜 在释迦世尊的一代释教当中 我们看 一开始 华元经 就是念佛法门 善哉同志 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 发菩提心 修念佛三昧 然后十大愿望 道贵极乐 到最后 法画经 让人散烂心 入于塔庙中 一成拿摩佛 皆已成佛道 散烂心 成佛的佛号 那些个人 在法画会上都成佛了 那么将来 整个的经法 在世间上没有了 释迦世尊 还用他的慈悲神力 使这个净土经典的 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 多注视一百年度众生 你看这是 彻头彻尾的主轴 是本身释迦牟尼佛 一代释教的 宗心主轴 从头到尾 因此 我们能够闻到以后 应该欢喜 应该感恩 应该庆幸 因此 我们在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万一有点不如意 你应该想开 你得到太多了 你这一生 就要成佛了 人家三道 二成七节 边还没摸到 你 一句弥陀 正三步退 至此一生 便补佛位 就这一生 就补佛位了 你看 这个事情 这个是我们多大的福报 得到的太多了 应该 应该 看看一遍 看看一遍 那么下边 我们再讲 这个念佛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 有哪些利益 从经典里 我把它归纳起来 给大家说一说 第一个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放光 舍受我们 我们在念 阿弥陀经讲 比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果 无所障碍 事故后为 阿弥陀 照十方果 无所障碍 干什么 奢取念佛众生 不舍 在《无量寿经》里讲 他就是奢取 这些念佛的众生 我们现在 在打佛气 念佛 阿弥陀佛的光明 在在奢取我们 在照我们 所以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在 放光照我们 他放光照我们 你自己要把心里 那个开关打开 打开了以后 就跟阿弥陀佛的光明 你马上就接过来了 就接受过来了 接受那光明是什么 光明是智慧 光明是吉祥 你就一念佛的时候 你只要心里诚心念 没有妄想 又开智慧 又吉祥平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十方诸佛互念 十方诸佛 同出广长舌相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 到最后 我们阿弥陀经里头 世尊问舍利夫尊者说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一切诸佛 所互念经啊 舍利夫不知道 世尊说 闻世经受斥者 既闻诸佛名者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皆得不退转于阿弥陀罗 三妙三波提 世故舍利夫 如等皆当信受 我与既诸佛所说 这是经文 我们念阿弥陀经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 闻到这部经的名字 受斥 接受 修斥 闻到诸佛的名字 那诸佛的名字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阿弥陀经里面 六方一共三十八尊诸佛 闻到这个名字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你闻到这部经 你去修行 你闻到这个佛的名字 为一切诸佛 一切就是所有十方的诸佛 都在内耀 之所互念 互吃你 意念你 接着不退转于阿弥陀罗 三秒三不提 你在菩提道上 绝对不会退转 世尊最后还叮咛舍利夫 尊者说 事故舍利夫 如等皆当信受 我与既诸佛所说 你看世尊 真是存存告诫 就是像我们后世的弟子 遇到这个法门 你要珍重 要珍惜 不要把它看得太容易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 谁不会念呢 会念你要能够念 你不念 阿弥陀佛光照你 你自己心里那个开关不打开 阿弥陀佛的光明 你也接受不到 还是没有办法的 第三个 二十五位大菩萨来加倍我们 我们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 怕二十五位大菩萨来加倍 念佛的人 这都是佛经上说的 是网上经上说的 第四个 诸天善神日夜维护 诸天善神 你念佛的时候 日夜在旁边保护你 尤其我们这里头 要是年纪大的菩萨们 你也一切要放下了 家里什么事情都不要管了 你就念阿弥陀佛吧 那四边都是诸天善神 在你们那个家里的四周 给你站岗啊 你好好念佛吧 不要再管其他的事情了 儿孙 只有儿孙佛啊 不要在儿孙做缘忧了 你好好念佛就好了 念佛 他们也得到利益 因为什么呢 诸天善神 在维护你的家庭 第五个 这个重要 至称一念 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八十亿劫呀 不是八十一个世界呀 不是八十亿劫 一个劫 我们说一个小劫好了 一个小劫 人寿八万四千岁 过一百年呢 这个人的道德就低落了 过一百年减一岁 过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十岁 这个时候啊 这个人类互相残杀呀 这个世界不得了了 或者就有的人呢 就反省了 说我们何必这样呢 为什么不大家和平相处呢 于是火啊 就断额修善 过一百年 加一岁 过一百年 加一岁 又加到八万四千岁 一减一增 一个小劫 一个小劫 二十个小劫 一个中劫 四个中劫 一个大劫 四个中劫 成住坏空 一个大劫 所以啊 我们知道 这个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那个八十亿劫呀 是指那个大劫说的 八十亿个大劫的生死重罪 这一念都消掉了 从前呢 在台南 将军乡 有一位老菩萨 他年轻的时候啊 先生就过世了 那就是带着一个儿子 那么把这个儿子 很辛苦地抚养大了以后啊 大学毕业了以后啊 也很孝顺 也结婚了 这个媳妇也很孝顺 这个 这个夫妻两个 对这个妈妈呀 都是很恭敬 这个妈妈呢 她是什么 是多神主义 她也拜土地公 她也 她也念阿弥陀佛 她也念观世 她统统修 修得太杂了 后来她这个儿子 和儿媳妇有证件 这个儿媳妇讲 她说 妈妈 你不要这样修了 你这样修啊 你到最后不得力 你就念阿弥陀佛好了 念阿弥陀佛 就等于一切的功德 统统俱备了 这个婆婆也是有善根 一听好 那我就念阿弥陀佛 她就念阿弥陀佛啊 从那以后 其他的什么土地公啊 什么这个 什么王爷 统统不败了 就专门念阿弥陀佛 念念念呢 念了大概有一两年呢 有一天呢 他们吃饭呢 他们家里头啊 儿子 儿媳妇 还有个孙子 在家人他 四口人 吃饭 大家到齐了去吃饭 有天早晨呢 他们都做好了 那他那妈妈没有来 这个儿子就告诉他的孙子 你去喊阿弥陀佛 他这个孙子就跑到佛堂了 看到阿弥陀佛在那站到 喊他阿弥 喊他阿弥陀佛 喊不动 他回来给他爸爸讲 说阿弥陀佛我喊不动 我拉也拉不动 他爸爸听说怎么 拉不动我喊不动 他们跑来一看呢 站着往生了 站着往生了 你看走得这么洒脱 所以我们念佛呀 念佛 拜佛 绝对功不堂卷 我们也好好用功 一拜一念 无量无边的功德 无量无边的功德 第六个 结缘十节 吉祥平安 我们过去生死流转了 造了很多的恶业 撒业 撒了很多的众生 因此那个仇恨 没办法解开 你阿弥陀佛可以 你阿弥陀佛 他在旁边等着要报复你 他也不报复了 为什么他得度了 他天天听你念佛以后 他这个心里也开了 往生极乐世界 因此你就吉祥平安 第七个 一切灾难的恒逆 都不会轮到你了 轮不到 有没有什么 阿弥陀佛放广照你 释放诸佛在护念你 二十五位大菩萨加倍你 诸天善神守卫你 哪里有灾难恒逆 没有了吗 第八个 夜梦吉祥 身体健康 做晚上做梦 都做了 都做那个好的梦 不会做那个不好的梦 做那个噩梦 有的人做那噩梦 下的支教 醒了以后出一身冷汗 念佛的人 就不会有这种情形了 都是吉祥的 很吉祥的梦 身体很健康 第九个 能够受到别人的尊重 你说这是念佛的人 老老实实念佛 这个人 我们都很尊敬他 最后一个 林总的时候 往生极乐世界 原成佛道 你看这念佛 就有这么大的好处 就有这么大的好处 那么现在我在讲一个公案 就是地贤大师 地贤大师是天台中的祖师 也是明心见性的祖师 开悟的祖师 他有一天 他有一个小的时候 一个同学来找他 找他要跟他出家 他那个同学年纪也很大了 是干什么的 修那个碗 你在大路上 有那个碗 打坏了以后 还要补一补 不要去买新的 买新的太贵 补那个碗 它有一个转子 反正碗 坏了 转好洞以后 然后把它补起来 他就做这个工作的 做这个工作 他也没有家 就一个人年纪大了 他想来想去 还是出家好 就找地贤法师来出家 地贤法师说 你年纪大了 不适合出家了 你不要出家了 你出家也受不了这个苦 他说不行 我一定要出家 他说我们俩同学一回啊 现在你 我别的不求你 求你帮我这个忙 你帮我剃个头 我出家就行了 这个地贤大师说 出家不光是剃头那个问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 不简单的 他一定跪到那儿 就求地贤大师 地贤大师说 好吧 你实在要出家 你就这样好了 出家以后 做撒弥 不要受剧足戒 我在呀 我给你找一个乡下 找一个小庙 给你找一个菩萨发心 给你烧饭 你就在那儿念佛号了 别的你也 经典你也不要看了 你也看不懂 他也不识字 没办法 你就念阿弥陀佛号了 他一定会欢喜了 地贤大师就给他剃度 剃度了后 就到了地贤大师 也是浙江人的 到了浙江的他那个乡下 找一个小庙 找一个菩萨 给他护制 每天烧饭 就给他烧饭 他自己就念佛 累了就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好了就念 一天就这样念 念了三年 他有一天呢 告诉这个烧饭的 他说呀 明天我要出远门了 你不要来烧饭了 这个烧饭的 布达平也很欢喜 这么多年了 三年了 也没有休假 现在好容易 师父要出去了 让他明天不来烧饭了 他就欢喜 也等着休假了 那么第二天 他没有来 第三天 他也没有来 他第四天 他想我要看看了 师父应该回来了嘛 他到那一看了 师父在佛堂里呢 还在用功里呢 他敢看这个 他想这个师父 啥时候回来 饭锅什么碗瓢盆 都没有动呢 师父在那用功 他一看看 不对呀 再看 师父在那往生了 站着 手里还托了一个盒子 一个铁盒子 罐头盒子空的 他一看呢 他看着师父往生了 没有办法了 赶快打电话 给地仙大师 说你这个弟子 已经往生了 站着走地 地仙大师一听了 高兴了 带着很多的 出家的师父来 来给他送往生 来给他料理后事 地仙大师 把他手里 那个盒子拿下来 一看 这个什么东西 罐头盒子 那里边 有十个银元 地仙大师说 你是准备 要处理后事 地仙大师就说 你不错呀 你现在比这个大法师 走得还好 你表现得还好 你很好 三年 他就是念阿弥陀佛 一个字也不识 到临终 站着走地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就是要实实在在地 要下功夫才行 要下功夫 你这功夫下到了 绝对没有问题的 一生佛就一生佛的功德 在这个书上的记载里 我看到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我讲过 讲过了 你们听过的人 再听一遍 有一个迷将编席子的 编席子的迷将 他是每天晚上 他这个工厂就在底下 他是二层楼 上面就是睡觉的地方 他晚上睡觉了 以后 把这个席子收拾好了 以后到上面睡觉 睡觉的时候 那么他就听到这鬼讲话了 有一个鬼讲 他说呀 我明天要得度了 那个鬼就 另外一个鬼给他说 那很好啊 你得度了 你怎么得度的 他说呀 我这个我早得替身了 明天呢 中午的时候 城里有一个人 从城里过来 他到这个祠堂去 到这个祠堂啊 他要来 他来洗手 要喝水 我就把他拿下来 我就得到他替身 我就走了 那个鬼说 那很好啊 那你走了 他这个迷将啊 听了这个事情 哎呀 说明天可不晓得是谁啊 给这个鬼抓到替身了嘛 第二天早上 他很早就起了 他就没在这个工厂里做工 在楼上 看了 看了 天都 天都 看了 看了 天都 快要 快要中午了 看到那对面来的一个人 从那个道上 走过来了 走过来了 慢慢慢慢地就 这个路旁边呢 有一个水池子 那个人呢 就奔着水池子去了 这个迷将啊 心里就担心 说糟糕了 这下子 一定给那个鬼 抓到替身了 那看了那个人呢 到那个 到那个池堂里啊 搞了半天 哎 起来又走了 他想啊 这个鬼说 再抓到替身 怎么又走了呢 他就感觉奇怪 但是他也没办法 问那个鬼 也没办法 问那个人呢 他就这个 在心里答问 当天晚上了以后啊 他要睡觉的时候 听着两个鬼 又讲话了 那个鬼啊 这个甲就问这个姨 你不说你今天 要抓到替身 要走了吗 你怎么没走啊 他说 不要说了 他说啊 那个人呢 他到了那个水里的去以后啊 他本他要洗脸 拿起来以后的水啊 他说 好凉啊 我阿弥陀佛 念一声阿弥陀佛 我本来要拉他的 念一声阿弥陀佛 一到金王就把我逼退了 结果我要再去接近他 他又一声阿弥陀佛 一直在那念阿弥陀佛 我没有办法了 结果让他走掉了 这个书上记载是这样子的 你看随便念一声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呢 大家你们要是想 知道这个公案呢 我印了一个 那个念佛感应建文记 灵看治老居士的 那里都有很多 另外净土圣贤路里 也很多 也有很多啊 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不费力气 不花钱 不要求人 你就是念阿弥陀佛 就简单了 就这么简单了 假如我们这声佛号 不离口 杨摩耶 派人牛头马面 他都没有办法 接不去 这个我讲过的 这个公案 看到了 没有办法 念念阿弥陀佛 现前病也好了 本来是绝症啊 所以大家呀 要好好的 要发心 要念阿弥陀佛 要在这里头啊 这七天当中啊 不要打妄想 我们生死 流转 就是妄想 就是妄想 这个妄想 在哪里啊 没有妄想啊 没有妄想 有的人呢 他念佛的时候 跟我讲师父啊 我是想念佛 妄想太多了 没有办法 我说你把妄想给我 让你来念好了 他又没有 拿不出来妄想 我告诉他 没有妄想啊 就是你不好好 念佛 东想西想是妄想 你就不想 我们这个心 念佛就是用这个佛号 来治这个心 你把这个心 制服住了以后啊 所作一半 生死就了了嘛 所以因此怎么 心跑了 你不要烦恼 就把它拉回来 另外你在佛前 要发愿 你说阿弥陀佛 我现在发愿念佛了 但是我的业障重 妄想太多 希望你也老人家 要加较我 没有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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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三声 在阿弥陀佛前面 就没有妄想了 我们遇着有困难 问题的时候 就是求阿弥陀佛 最保险 最靠得住了 十方诸佛 十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 九品度众生 威德无穷极 你不求阿弥陀佛 还求谁啊 所以遇着困难的问题了 一般人呢 遇着有点困难问题啊 他慌了 手忙脚乱的 阿弥陀佛忘了 终人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心里大妄想 因此佛的功德 不得显现 因此我们念佛的时候 你就把这心设住 欲佛 心佛合一 心就是佛 佛就是心 当下就转变过来的 没有不能转变的事啊 没有不能转变的 世尊告诉我们 在《无量寿经》里讲 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充满大火 我也要从这大火里走过去 闻这部经典 那你说这大火 我怎么走过去啊 念阿弥陀佛呀 就是念阿弥陀佛 可以走过去啊 念阿弥陀佛 火不能烧 水不能腻 从前呢 有一个禅师 叫灵刃禅师 他就讲 一切微心灶 他们有一天呢 上山上去打财 打财的时候啊 山上找火了 野火 从这个山上烧下来 他们那些人都跑了 大火就告诉他 你不要跑了 一切微心灶 你心里没火 火不会烧你 他不跑 他就是不跑 不跑他就慢慢走 那个火到他那地方就分开 他们有些人跑到前面 后来想一想啊 我们怎么回头看看他呀 万一给他烧坏了也不好嘛 回来一看呢 他安然无事在那儿走 火没有烧他 他禅宗就是心里不动念啊 禅宗是什么 念的是呢 念佛的是水 他把那个念佛的水找到了以后 他就所作一半了 我们念佛是念阿弥陀佛 把那个见到佛了 跟那个禅宗那个境界是一样的 明心见性一样的 等无差别 所以大家呀 我们好好把这个佛呀 好好把它念 念到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能够看见阿弥陀佛 你就看到释放诸佛了 那个就是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 叫保王三昧 这个佛期的事件呢 这里因为有一些个 我看有新来的联友来参加念佛的 我们最主要的念佛法门 三个资粮 信 愿 行 你要相信 我所说这些都是根据佛经上说的 没有一句是我自己添进去的 你可以相信的 你相信 相信完了以后啊 你就要发愿 我要念佛 念佛法门呢 简单得很 就是一个念字 你就是念了 就是一个念 那么一心不烂 那个古人呢 唐大元局是把那一心不烂呢 分成几个步骤 把它完成 一心不烂 先把那个不烂 先把那个不烂 用那个不把那个烂去掉 最后那个不也不要了 最后就剩下一心 最后那个心 心也不要了 就剩个一 那一是什么呢 万法归一 一真法界 那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 就是那个 所以我们先用那个一心不烂 先用那个不把那个烂去掉 然后啊 那个烂没有了 那个不也不要了 不要不要了以后啊 那么那个心 那个心还是生灭心 那个心也不要了 最后生那个一了 那就是一真法界了 那个就是真真正正的真如佛性啊 一真法界啊 那我们现在先用那个不把那个烂否定掉 我们大家明天呢 开始啊 大家好好把握时间 多拜佛 多念佛 拜佛呀 我给各位讲啊 拜佛你要出汗 你不出汗不行 天气冷也要出汗 拜得快一点 不要太慢 太慢了 你做观想啊 你修观修不成 结果啊 结果拜的也不得利 那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年轻人打太极拳一样的 太极拳是用意的 用意不用利 结果你不会用那个意 就像小孩子打太极拳一样 今天那乱比划一阵 结果得不到那个真实利益 就是要出汗 拜佛要出汗 念佛要大声 要大声啊 大到什么程度呢 嗓子要哑 大声把嗓子念哑 念哑了以后啊 好了以后 嗓子会更响 更响了 这是我亲自啊 跟着我的 依旨恩师上主下云老婆 我亲自看到的 我亲自走过这个路的 所以大家啊 要拜佛的时候要多拜 不要早晨啊 不要在那坐到 也不要在那站到 要拜呀 能够把握世界 能拜一拜 就是一拜的功德呀 要多拜 拜佛的功德 不是别人的 是你自己的 不是给哪个人拜的 是给你自己的 公布汤圈的 今天我讲的这些个 都是些老圣常谈 大家都知道了 不过我再说一次 大家再听一听 多闻熏习 然后才能够起现行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用功 现在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了 大家还可以一面一面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